台湾基隆北宁路上方 2000吨的巨石岌岌可危 明天将会开工 试图要把它敲碎 不过今天发现 在这颗巨石的背后 还有一颗被石 这会不会影响到作业 连线给记者谢家璇 主观众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在基隆市2000吨大石的旁边 这个位置有多么的近 透过我们的镜头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巨石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旁边 不到50公尺的地方 但是这个石头有多大呢 可以看得到它非常的巨大 而且现在呢面临很多的困难 包括呢我们在之前几天问您提到的 想要用静态原地崩解的方法 也碰到了困难 因为现在包括呢 光是要靠近这块2000吨的巨石都有困难 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 最大的困难透过我们的画面呢 在我的旁边呢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这个就在这个2000吨大石的旁边 有一块非常巨大的背石 这个背石的位置呢 大概呢等于三个人这么的高 而且呢包括这几天 他们不断地在进行一个挖路的动作 为什么要挖路 就是要挖出一条便道 让挖土机可以到这个2000吨大石的旁边 而如果你们现在画面所见呢 现在现场已经有两台的怪手在进去了 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办法直接到这个巨石的旁边 原因就是因为呢 现在碰到一块背石挡路 那个背石的大小呢 大概呢已经相当于那个2000吨大石的一半的这么大 可以看到呢这个背石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背石呢挡住了这个怪手的去路 所以呢他们现在碰到的第一个困难 就是要先把这个背石给绷解了 才有办法靠近那个2000吨大石的旁边 不过呢包括他们现在想要采用很多种方法 最便宜的方法当然就是利用怪手的方式 把这个巨石原地的来拆解 这几天呢他们不断地进行拆解的动作 包括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这些小石头 他们不是原本就存在这边的 而是呢包括这个2000吨巨石旁边的一些碎石呢 是他们靠挖土机一点一点的挖出来的 不过呢就在今天呢 他们碰到了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在这个背石的部分 2000吨大石的旁边 除了这些小石头还有这块巨大的背石 所以他们如果要进行来拆解这个巨石的动作的话 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这一块背石 而现在呢这个拆解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如果说呢没有办法挖掉这块背石的话 还有可能他们就必须采取比较贵的方式 就是用化学药品让它来原地封解 不过这是基隆市政府目前最不想要采取的方式 因为索费不资 以上就是我们来自基隆的最新情形 先将镜头还给棚内